这可能是徐征见过最奇葩的一位女演员了 碰到一个演员特别奇葩 他就说啊我们现在只演这个十亿级别的电影 在电影《我不是要神》筹拍期间 徐征为电影进行选讲 原本女主角人选是杨幂 因为徐征觉得杨幂的戏路比较广 可以称得起各种角色 并且电影也需要一定的流量号召力 但杨幂在看完剧本之后 觉得剧中有需要跳钢管舞的戏份 不太愿意接受 就想着直接拒绝算了 但徐征不甘心 还是劝说了一番 这部戏经过沟通之后 杨幂表示可以担任女主角 但是片酬必须提高 可当她爆出一串数字之后 徐征当场就吓傻了 拿着剧本落荒而逃 就在徐征为女主角人选发愁之时 有朋友向她推荐了一位 被称为国民女神的女性 当徐征找到这位女演员 都还没来得及介绍剧本师 这位女明星就大言不惭地说 她不接十亿票房以下的电影 这配不上她大明星的身份 徐征再次傻了眼 并反问这位女明星 后来王宝强和徐征聊天时 王宝强向他推荐了谭卓 他们曾一起合作过猴楼鼠先生 凭借精湛的演技 让王宝强记忆游戏 谭卓看完剧本之后 当即就爽快地就答应了下来 而当时的谭卓已经35岁 没有任何舞蹈功底 但为了电影里那一小段刚管 他特地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去找舞蹈老师学习 时间紧任务中 那段时间谭卓的身上 到处都是轻一块贼快的 但付出总是有回报 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后 一局斩获了31亿的票房 成为了2018年的最大黑幕 不仅广受好评 剧中的演员也都红了一遍 可谓是赚足了人气和口味 并且这部电影还为我国医保改革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看到《我不是药神》的票房和影响力 也不知道那位非十一不演的女演员 会不会连肠子都毁清了 《我不是药神》的票房和影响力